耶 是无数谜团 秘密搜寻失踪者的神秘人物老张 是村子与外界的沟通桥梁 将与金序搭档破案 金序的助手中雅 是帮助金序实现社会正义的白帽骇客 失踪是最难侦破的案件之一 他的可怕之处在于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寻找 最难受的是不知生死 活着的话 可能还有既可寻 死了的话 能不能找到全凭运气 时间久了 寻人就变成了一种信念 失踪这件事痛苦的 不只是失踪者 还有那些一直寻找失踪者的人们 本集开始讲到金小熙同学已失踪17天 警方正在扩大搜索范围 但目前人无线索 夜深后 一神秘男子出没 他放下一具女尸 撕下一叶纸 点点星光 吸引了保安的主意 随着一声尖叫 神秘人完成任务 他背上行囊 消失在冰冷的雨夜中 天亮后 一贼金序开始行骗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让黑老大投资了整整一亿 给黑老大留的名片 是证券交易所金时勋处长 黑老大心眼多 当着他的面打给证券交易所 确定有没有这个人 就算这样 金序也捏了把汗 为什么要坑这个黑老大 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一亿 因为这是他上个月诈骗市场商人的金额 金序不是一个人行动 他有团队支持 虽然团队规模不大 但个个都是精英 和他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南国 还有技术性人才 正义感爆棚的中亚 金序 中亚 南国三人合称金中国 金序正在为胜利窃喜 金时勋组长给黑老大回了个电话 黑老大意识到被骗了 立刻派人去追 还好金序没被带住 搞定这单后 金序去市场送钱 另一边 警方来到抛尸现场 神秘人也在 被害人每遇于一年前失踪 尸体被冷冻 保管得很好 脖子上有勒痕 很明显的他杀痕迹 神秘人笑着离去 特殊失踪专案组的白警官员 来到此地 这是他找了一年的人 失踪转为谋杀 只由身刑警来负责 他最近脾气不好 快结婚了 和未婚妻吵了几家 这天是是婚纱的日子 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可未婚妻连招呼都不打 就取消预约 与此同时 金序目睹绑架现场 他拿手机拍下来当证据 绑匪看了他一眼 就要收拾他 他正准备逃跑 黑老大的人来了 前后夹击 还好两方发生争执 让他有了可乘之机 绑匪太狠 刀子斧头一顿乱砍 把他吓坏了 金序跑着跑着 就被车撞飞了 撞他的是身刑警 绑匪过来一看流了这么多血 看样子是活不了了 就走了 身刑警立刻叫救护车 金序童年记忆 在脑海中浮现 金序彻底断了生机 紧接着奇迹出现 他又活过来了 另一边 有人来失踪组报案说 孩子不见了 孩子叫何娜 何娜他爸也来了 他在附近找了一圈 什么也没找到 何娜被神秘人带走了 身边还有个同伙黄毛小子 不久后金序办了出院手续 身刑警把钱一付 然后前往抛尸现场 人在冰箱里 冰箱上了锁 但锁是被撬开的 有点奇怪 楼梯口有张快递单 这是破案的关键 夜深后 金序又被绑匪盯上了 手机也到了绑匪手上 绑匪挖了个坑准备活埋他 他趁绑匪不注意 拔腿就跑 结果脚下一滑 滚到了悬崖下面 绑匪也都没打算放弃 非得下去找他 不过天太黑 找不到下去的路 等天亮后再找 可怜的金序被挂在树上 而悬崖下注的就是神秘的抛尸人 不久后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齿轮旋转 时钟倒走 蜡烛自动亮起 像是在引路 一女子来到这神奇的地方 她就是金序目睹到被绑架的女子 天亮后一声尖叫响彻山谷 金序没死 被神秘人收留了一晚 神秘人还贴心地给他准备了早饭 这时 中雅和南国去寻找金序 金序的手链掉在地上 这手链有三个 中雅专门定制的 金中国 一人一个 他们意识到金序出事了 另一边 金序想打个电话 可神秘人却说这里没有信号 金序一摸口袋 钱包不见了 神秘人 让他去大树下面找找 金序很快便找到神秘人说的树 钱包果然在这儿 这时 绑匪来了 金序赶忙躲起来 这时 一小胖子突然出现走向金序 金序只能让他先安静点 绑匪走 金序 总算放下心来 他四处溜达 结果无意中闯入禁区 深山老林里 竟然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简直是世外桃源呢 看上去是个与世隔绝的村庄 村民们的着装很奇怪 金序找到一个咖啡店 失踪的河南也在这儿 老板是之前那个黄毛小子 金序不是来喝咖啡的 是来打电话的 黄毛把座机拿了出来 可惜是个老古董 用不了 既然用不了 那就喝杯咖啡吧 黄毛一直盯着他看 看到他有些不好意思 这时他看到一位熟人 被绑架的女子 可等他追出来后不见了 神秘人 从背后出现 一听他看到了人 眼神怪异地盯着他 金序找到钱包 是时候离开了 神秘人告诉他 沿着路走三十分钟左右 就能出去 村口有公交车 金序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 可仔细一瞧 公交车只有一趟 洒了一眼旁边的寻人启事 一个叫河南的小孩失踪了 他没在意 可腿都走断了 也走不出去 无奈之下 只能回咖啡店借宿一晚 咖啡店里 黄毛和某人在商量什么事 那人拿着绳子和刀把 金序吓了一跳 金序讨了杯水喝 借住一宿 黄毛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 房间很有年代感 金序躺下休息 可听到小孩哭闹的声音 他出来一看 还真有个小孩在哭 问小孩为啥哭 小孩说 等不到妈妈 金序的思绪被拉回童年 他也经历过等不到妈妈的痛苦 看小孩哭得可怜 金序便答应 帮他找妈妈并拉勾保证 金序无意中 发现他手腕有伤 紧接着又想起一件事 公交车站的寻人启事 找的就是他 何难 黄毛突然出现 把金序吓了一跳 黄毛说他会负责何难 让金序回去睡觉 金序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这地方莫不是搞人口贩卖的吧 之前那个可疑的女人 故意剪断的电话线 绳子和刀 她已经确定 这是个贩卖人口的团伙 人太多 她一个人应付不来 还是想办法报警吧 与此同时 黄毛和神秘人碰头 黄毛管她叫老张 老张想把金序赶走 黄毛让她别激动 两人在谈话 被一个中年人听到 中年人缠着老张问东问西 结果又被失踪的那名女子听到 中年人开始发牢骚 她来到这里 都是她老婆 听说她名下的地即将开发 就把她给咔嚓了 老张不信她 一夜无眠 天亮后金序准备去报警 路上她看到了何娜 那女人对何娜还挺好的 一楼奶奶突然出现 把她吓了一跳 老奶奶说 那女人心狠手辣 老奶奶把她带回家 仔细瞧了瞧 然后来了句 原来是你呀 原来老奶奶认识她妈妈 金序笑了 她问老奶奶 昨晚又死了一个 是什么意思 这时 那女人来了 金序看了盐老奶奶的衣服 催眉子 老年痴呆 金序笑了笑 然后离开此地 何娜在外面 她要带何娜一起走 不久后 小胖子向大家汇报 何娜跟着金序走了 大家立刻分头寻找 很快地找到了金序 金序拉着个箱子 打开一看 何娜不在 等人都走完后 她把何娜叫出来 让何娜躲到箱子里 拖着箱子 走了好远好远 确定没人跟上来后 再准备让何娜出来 可打开箱子一看 何娜不见 她立刻去赶公交车 借司机的手机报了几 然后又回到村子里 何娜在和小胖子玩 金序问她怎么回事 她也说不上来 她抱着何娜就跑 那女人在后面狂追 老奶奶招了招手 金序赶忙往这边跑 可进屋一看 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时 新闻正在报道 三个月前失踪的痴呆老人被找到 疑似失足发生意外 下一则新闻约定 十年前开发的土地于今日动工 另一边 金序没细想 她继续带何娜离开 老张在前面 她跟了过去 老张正在和中年人聊土地开发的事 中年人还是那句话 她老婆把她咔嚓了 金序 出现让老张措手不及 老张让她出去说话 她不 她有一肚子一问 中年人来了兴趣 问金序死了没 这村里都是死人 金序愣了 老张 让中年人闭嘴 这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中年人当着金序的面消散 老张还让她一路走好 中年人消失后 这里的一切也跟着消失 金序彻底懵了 这完全颠覆了她对世界的认知 老张也没办法 总要经历这么一下 金序失魂落魄的来到门口 如果这里都是死人 那和那也死了吗 第一集的故事到底就结束了 人际罕见的深山老林里 隐藏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而且这里住的都是亡灵 都是失踪没找到尸体的亡灵 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亡灵 他们在亡灵村里暂住 等待被世人发现 金序无意中来到这里 这也颠覆了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可她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里都是死人 说明何那也死亡了 是谁这么残忍 对一个七岁的小孩下手呢 那被绑架的女子也死亡了 那老张又是怎么回事 她在这个村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金序会成为她的接班人吗 让我们下期见 拿来吧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